大家好,我是脊骨神经科医生,优鹤仁医生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一个经常听到人们问脊鱼的问题 就是在矫正的时候会听到一些啪啪声 其实这个原理很简单 因为我们帮病人做矫正的时候 主要是帮他做脊骨 帮他做脊骨的关节或错位的地方 移动到这个关节 其实就像平时那样 你可能用手一个部分长期不动 你可能会觉得很僵硬 但当你动的时候 就可能听到一些关节会有点啪啪声 其实都有些很正常的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在每一个关节中间 其实都会有一点点气体在内 你自然地活动它 其实都是帮助气体释放 而气体释放的声音就是所谓啪啪声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因为怕啪啪声 而令到你可能不敢去看脊骨神经科医生 因为如果你的关节是不动的话 是很容易令到你周边的神经线 和你功能上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其实那个啪啪声 主要帮你松动你那些关节的问题 所以对你的脊骨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会有很多健康的问题 但因为这个啪啪声害怕去玩脊鱼的话 我可以跟大家说 大家可以不用怕 也就是啪啪声音科医生 会很详细地帮你解释 和了解你的情况 才会帮你去做治疗 感谢观看